台铁新购TEMU2000的倾斜式列车公开征求命名 主要是为了凸显东部三海特色 增加国际知名度 而最后以具有台东被难逐特色的普优马却凭重选 但是却让民进党籍的立委萧美琴抨击台铁多此一举 为何不继续沿用泰鲁阁原来的名称 而台东议员们听到这种说法纷纷表示无法认同 它是一个全民公投出来的一个 大家都同意的共识 没有理由因为他个人的反对 而觉得不应该 那当初在做泰鲁阁号的时候 我们也认为台东人也觉得说 既然是这个大家决定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列车要开到台东 既然全民大家的公投 不管是网络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去投票 我认为没有理由反对他 今年刚刚完成被难逐传统青年进阶里 加入南王部落的议员张国舟 对于萧美琴的说法也表达 他有歧视台东原住民部落的意味 现在已经启动 将近还有明年后就完成了 铁队进去的话 已经要开到台东来了 连接到台东了 那就是我个人觉得说 这个命名应该要说以台东 可以说用台东为名 如果你在用个新泰鲁阁 我觉得好像不恰当 那当然现在被难逐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金曲歌王 几乎囊括了几乎大部分的金曲奖 那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目前他们现在有名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阿妹也是我们的普悠玛被难逐 所以说这次全英神性都为了参加我们的网络投票 我们的投票 所以说铁路级照样的波及 让人家有所误会的话 个人也觉得对铁路级真的是不公平 泰鲁阁号毕竟是多年的老式车款 除了速度快之外 无论是乘坐的舒适性及空间的运用 都让人感觉有许多上代改进的地方 而反观新型的普悠玛同样是倾斜列车 但是车厢则是采用航空等级的内装 活动式头枕座椅及四人对座餐桌椅 并且设置大型的公共空间 同时也改善泰鲁阁号 座椅没有脚踏垫的问题 预定明年春节 普悠玛号就会正式亮相投入营运 台东终于有了专属自己地方特色来秘密的高速电车 届时普悠玛也将成为台东另外一个国际性的代名词 东台新闻曾经也张家为台东报导